当地时间11月18日 伊拉克外交部长弗阿德侯赛因表示 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西米 与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达成协议 进一步减少驻伊美军人数 侯赛因在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另外500名美军人员将从该国撤出 使驻伊美军总人数减少到2500人 시고 morphedin 3000 katso Giludi 3000准史上 والامس وبعد الاتصال المهم وتشاور بين دولة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مصطفى الكاظمي والسيد وزير الخارجي الامريكي بومبيو تم الاتفاق على الاعلان عن اصحاب 500 عنصر 奥赛因补充剩下的部队不会是作战部队 且美伊双方的会谈还在进行当中 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 周二11月17日证实 此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将在1月中旬进行